說起河內,你心中河內的形象是什麼樣子的呢? 在我沒有來到之前,我印象中的河內是無聊和老舊的 和胡志明現代和開放的形象形成鮮明的對比 不過,在我來到河內後,這裡的一切都令我震驚 帶有法式風情的街道,豐富的美食,還有整個城市的活力度 都讓我覺得這裡的好玩程度絲毫不輸胡志明 本期的影片我就將分享在河內的兩天旅行見聞 如果你正好有打算去河內旅遊,也不妨作為參考 那現在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河內的老學都非常有生活氣息 但是感覺和胡志明又不太一樣 這是我昨晚吃的一家吃崩的店 這個老太太昨晚12點多還在上班 所以又已經在開始做了 那今天首先要來參觀的這個地方 就是河內市區環劍湖旁邊 所有觀光客都會來的玉山寺 其實只要走到這個河邊 就一定不會錯過 那參觀這個的話是要買門票的 這邊就是售票處 價格的話是三萬越南燉一個人 買完票就可以直接往裡面走去參觀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亭子 那個公園就感覺 跟以前我去雲南那邊的有一個公園 還蠻像雲南昆明 就是這種感覺 家的主體 正義是世界各個個大集大集大集 只有我們都到來 Ord 剛好,這個地盤最後住趙大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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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人在写字 而且是写中文字 好 没回来 我在一旁看了一会儿 发现这位老先生的生意都还不错 写一幅字收费20万越南炖 差不多要9块美金 感觉也不算便宜 书法的内容除了会写中文字以外 还会再配上越南文 不过越南文字用书法写 我总觉得有种怪怪的感觉 关于环剑湖乌龟的介绍 这边有展示两个乌龟的标本 非常大 有两米长的一个龟的标本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 真的是真的乌龟 就是说这个环剑湖 现在里面还是有这个乌龟 它偶尔会出来 那时候可能要运气够好 才会看得到 如果天池好的话 逛逛还是蛮舒服的 这边的水看起来也蛮清澈的 有一点绿色的感觉 这边还有孙悟空的造型的人 在路边给大家拍照 这个难道是上皮捏捏出来的人行吗 有好多卖这些东西的人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街头的一些烤串 还有修补鞋子的鞋匠 今天这幢楼就是河内 非常地标性的一幢建筑 之前我印象中的河内 头脑中就会浮现出这一幢楼 是说周末这边就会变成步行街 就不能有自车开 所以这边周末还蛮适合大家来散步 这边还有一家密雪冰城的店 密雪冰城它的推荐 第一名是圣诞 第二个也是珍珠加圣诞 第三个应该就是珍珠那家 这下还有一些奶茶和果之类的饮料 下口道不是很贵 人生第一次吃密雪冰城 走在河内的街道 真的能感受到一些法式的气息 这座城市给我的感觉 其实和胡志明非常不同 也许是这里的老城区道路非常窄 所以就会觉得这里更加热闹和好逛 再加上随处可见的路边滩 让整个老城区都散发出浓浓的烟火气息 这是湖的另一边 我觉得这里很幽静 山山步啊 或者跑步都很适合 这里应该就是河内老城最热闹的三十六行街附近 那每一条街都在售卖那种小商品 像这里有卖很多拜佛用的法庭上市 今天是周末 为什么河内有好多学生 跟着校服 对啊 难道这边的学生 周末都要上课吗 哈哈哈哈 河内的学生 应该说是越南的学生 也是有戴红领巾 这件事情 这条街有好多 那种SPA按摩 还有旅游的 代理预定商店 和很多餐厅 总之就这边老城很热闹 而且现在二月份的天气也很好 不冷不热 要比吴志明舒服很多 这边晚上甚至会有一点点聊 一边看到一个广告 是夏龙湾的豪华库 这个价格就还蛮贵的 好像据说是日元要五六万 差不多一个人 这家吃喝的店 是非常有名的 这家吃喝的店 是非常有名的 你的生活自私非常浓重 随便在路边就可以吃一碗面啊之类的 可以乱走 又走到一条 好像吃饭很多的地方 而且这边有好多外国人在这里吃 可能这边是有提供素食 所以很多老外国来这里吃 这里马上应该会走到一个铁路的景点 就是沿着铁路 旁边开了很多小店 那现在就已经走到了这个铁路的景点 那旁边有开了好多小店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旅客可以进去 因为那边有一个看门的人 他不给他进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奇怪 刚才一些人就进去 然后他突然又不给人家进去 这边的规则 实在是不太懂这边的规则 很奇怪 刚才有一个外国人 他走过来 然后门口这个看门的 就不给他进来 然后我他也没有管 就让我直接进来了 这一路上好多小店 这两边有好多咖啡店啊 还有一些礼品店之类的 这两边有好多咖啡店啊 这边慢慢好像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 他又不给我们走了 他说这里不能走 这里的规定都很奇怪 然后刚才那个人不让我走 明明这里好多人在这里吃饭啊 什么也有咖啡店 为什么不让人走呢 那感觉有点莫名其妙的 那感觉有点莫名其妙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现在已经中午 我差不多要吃午饭了 走到这边 离一家 有很多人推荐的 吃河内特斯的 Buncha 的一家名店 还蛮近的 所以现在就准备去吃那家店 那这家店就已经到了 他招牌上的名字叫 Buncha Dark King 是从1966年就已经开始营业了 马路边有好多人 那现在就进去吃吃看 上楼人太多了 菜单很简单 就这三个东西 我点了第一个和第二个 十一万和七万的 十一万那个就是多一点 春卷 然后七万这个就是Buncha 现在菜已经上来了 这个就是Buncha 然后这个是炸的春卷 然后还有好多蔬菜 还有这个是个米粉 这个吃法的话 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 应该就是把这个米粉 放在这个汤里 那这个汤里面是有猪肉片 还有这种叶子包起来的某种肉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一些蔬菜 那就是把这个米线放进去了 然后这个烤肉 是肉片 然后这个 不知道是肉米 还是怎样的 还是这个肉片比较好吃 这个不是很熟 然后这个面没有看起来那么油 还算比较清淡 吃完下来还是很多人 然后这个店的对面还有一个 我觉得老实说也没有很好吃 可能不是很对我的胃口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越南的河内一个特色 我觉得如果来越南河内旅游的话 还是要吃吃看 因为毕竟这还是一个 蛮有特色的食物 那我准备去参观这个古迹 然后这一只 感觉整体环境还都蛮不错的 植物之类的也很多 河内的巴士站 我感觉河内的巴士站 好像坐得比胡志明的要清湿一些 而且要比较现代一些 而且要比较现代一些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古迹这边 这边 这边居然开了某种花 好多人在这里拍照 那是 什么花 感觉 越南的各位 男女老少 也都爱和这些花花草草合影 因为在日本 我记得在东京 十一月的那个 明治神宫闭幕那边 也好多好多的越南 男女老少们在那里拍照 包括在京都看樱花河上风的时候 也很多越南人 在这条路上我们看到很多 像老洋房一样的建筑 有点类似于在上海那边以前的洋房 这边 门票是 三万越南盾 他给了一张紫卡 要来参观这个古迹 老实说我也不是很清楚 到底是干嘛的古迹 那就来看一下 这边 所以这边来参观的是一个 越南式的城堡 今天天池真的还不错 很适合在外面走 温度的话 20度左右 海马已经走到了这个城墙的底下 不知道这城墙穿过去是什么样子 这边 本地的游客也蛮多的 种了好多各种各样的植物 所以还蛮适合拍照的 这里还可以走上城墙 是参观 好特别的装扮 我不知道这是越南的民族服饰吗 这边是头上的这些头饰 好像跟之前看到的普通的奥带不太一样 这难道是越南古代的服饰吗 越南那本字 越南那本字也有它的书法 不过看起来有点怪 就像是在用书法写英语一样 现在我要来吃一家很有名的汁蛋咖啡 叫做咖啡奖 二十一九四六年 就已经开了 那进去看看吧 很狭狭的一个地道一样 里面却别有洞贴 里面却别有洞贴 很多人 现在已经进来了 这边的环境很吵架 我点了个最有名的 App Coffee 另外点了一个 App Cinema 咖啡价格不对 都是三十万 这边的一冷一热 两杯咖啡 一个就是冷的冰的 汁蛋咖啡 旁边这杯小的是热的 汁蛋咖啡 汁蛋抹的汁蛋咖啡 是热的 搅拌看看 好像很 浓厚的感觉 就是汁蛋清晶放在里面的一样 也是非常冷酷 也是非常冷酷 第一次吃这种口感的咖啡 来河内旅游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 这家咖啡酱的 汁蛋咖啡 因为这个 应该是这边最有名的一家 专门卖汁蛋咖啡的店 感觉像一种甜品 好像是咖啡 因为真的非常浓稠 非常特殊的口感 但也很好吃 那这边的位置坐下来不是很舒服 因为空间比较洒小 主要大家是来这里品尝咖啡 那边是阳台上的座位 看出去的样子 有点晒 太多路边摊 各种吃面吃海鲜 吃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在这边吃的东西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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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就来到河内我要吃的这家餐厅了 我不知道这名字怎么念 但是在河内是非常有名的一家 是越南餐的餐厅 现在里面很多人 这里人质还是很旺 如果要来吃的话要低早一点来 特别是周末比上更多人 是我在越南第一顿需要排队的餐厅 这边有什么东西 这边都是开放式的厨房 做越南春节 这个应该是越南煎饼 还有做越南面 越南烤肉 越南烤肉 这边是超越南烤肉 我喜欢买南烤肉 这边是一边的食物 有点浪费 菜單有好多也 各種各樣的主食小吃都有 火鍋也有 然後還有蔬菜 和各種麵和麵之類的 我先上來的是一道春捲 是紙皮的春捲 然後找了一個鮮蝦的春捲 還有兩隻大蝦 然後上了一個蔬菜 有點類似於紅青菜 看不適 這個菜吃起來比較清爽 裡面也有大蒜 然後還上了一個螺絲 螺絲好像還蠻大的 應該是用這牙籤挑著吃 還有上了一個炸的蝦餅 這個是一道越南的特色 門內的特色 這是一道 看一下餅 看一下醬汁 他點了一道烤乳鴿 沒想到越南還有烤乳鴿 現在已經吃完出來了 對這個餐廳的評價就是門內旅遊的話 還是值得來吃一下的 因為這邊菜單裡的東西 還是非常多的 可是各種越南的特色都是有的 而且它上菜的速度非常快 價格也不貴 所以我吃那麼多道菜 加在一起也只要不到60萬的越南頓 所以難怪這家飯店生意那麼好 因為它味道跟價格都我覺得比較合適 現在就準備走回住的旅館附近 現在晚上是快九點多 街道上依然是非常多的人 很多店都在路邊擺攤 所以就好多人坐在路邊 吃東西啊或者聊天之類的 門內也真的是一個不夜餐的感覺 一家好像是吃甜品的店 也好多人在這坐著 沒開 Council 能知道我在這裡 吃 tar 木沟休閒 我們住在一起 連呀多一 visitor 連ié過 các loại 其然後已經全部在来 第7月 那裡又有一條夜市的街 很多是賣衣服之類的 好多人 在越南最后一天 现在早上在酒店吃完早餐 准备出去逛一下 现在准备去河内的大教堂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河内最著名的大教堂周边 这个大教堂周边也是非常热闹 有好多咖啡厅 这个教堂据说是由法国人建造的 那确实这个风格还蛮像法国的一些教堂 来到内部后感觉就跟着像是来到了欧洲的教堂 那我们现在就要往外走了 这个教堂的外观还是蛮好看 现在是下午十二点多 刚才已经有工作人员让我们出来了 看起来它好像是每天只有现实开放 那我们刚才还挺幸运的 还进去稍微看了一眼 不然的话就没法进去了 那教堂周边也是很多人 还有人在这拍婚纱照 这里有做越南法国面包 这家店妈妈 很有名吗 很有名吗 但是现在我太饱了 吃不下 这条街上也是特别的繁茅 这边有好多吃的 这里感觉特别多的小店 这里感觉特别多的小店 还有hostels 餐厅 其实漫无目的走也没关系 不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方向 就随意感受一下河内街头的气氛 刚刚就是在这条街上走出来 里面感觉像是hostel一条街 特别多的旅馆 现在我要去的是一个河内的监狱 也是作为一个景点可以参观 以老城走过来差不多要十几二十分钟吧 这是监狱的门口 这个就是所谓的断头台 非常残酷的一个用心 非常残酷的一个用心 这是人睡在这上面 头伸进去 然后这把刀掉下来之后 头也就掉了 那我现在已经看完这个监狱出来了 那里面主要介绍了以前这个地方 作为法国殖民地的时候 关抵半人的一个地方 另外也介绍了在越战之间 这边也关押过美军 还蛮值得参观 而且这边游客还蛮多的 如果来河内旅游的话 建议来这边看一下 体验一下越南的公交车 票价也是十千块 上车之后会有售票员来买票 越南的巴士好像看起来 现在也要比胡志明先进很多 这里现在要去吃一家 河内这边很有名的牛肉粉店 河内这里的牛肉粉跟胡志明 应该还不太一样 那就去看看到底是有什么差别 这里已经出了老城区了 所以感觉嘛 路上人比较少 而且这里的环境好像 比较幽静一些 那我要吃的越南粉店 就是这里 叫做Full Thin 这里是一家吃牛肉粉的老店 这里是一家吃牛肉粉的老店 这个油条可以蘸着牛肉粉的汤来吃 那现在这个牛肉粉已经上来了 看起来跟胡志明的好像不太一样 而且这边它是不提供一些叶子香料的 它已经直接把葱之类的都已经放在牛肉汤里 那总体来说 对那碗牛肉粉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推荐来吃的 因为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 有很多香料液的 有很多香料液的 不知名做法的牛肉粉还是蛮不一样的 它有放了很多葱 然后选的牛肉部位相对来说比较单一 但是呢又是另外一种风味的好吃 而且我觉得它给的牛肉真的还蛮大方的 吃了很多牛肉感觉里面还剩下还不少 所以我觉得吃万顿也还算蛮划算的 虽然这家店里是去稍微远一点 但还是值得来吃一下 现在逛到了一个河内的公寓园里来 那个公寓园里好多人到这边运动 越南人真的很喜欢踢箭子 还有打羽毛球 到处都是做这两个运动的人 那边有好多玩滑板的少年 然后呢这边又有一条中央通道 都是卖各式各样生活杂物的 逛完公园就去坐公交车 回到河内老城区 准备去看河内有名的水上木偶戏表演 我不知道到现场来买票能不能买到 看一下 那我现在已经买了水上木偶戏的票 我发觉在越南好多地方在现场买票 是要比在网上这种代理商订票便宜的 像我们现在这个票只要十万越南盾一张 然后在网上的话买就要二十万一张 所以我觉得在越南旅游的话 很多无论是抱团还是看演出之类的 都可以直接到现场去问去寻价 不一定要事先在网上买 这点跟很多其他海外国家旅行不太一样 因为我之前的经验在其他国家旅游 都是事先在网上订的话可能会比较便宜 那这个水上木偶戏的话 它票价有分三档 十万十五万和二十万 那我只是想来感受一下 所以就买了最便宜的这个十万元的 现在已经四点钟 这边你看很多人都是外国人蜂拥进场 它一天有上演五六场 现在我这一场是下午四点十分 手册有中文日本英文各种人 提到了 我们来自然的 您们现在邀请您 现在邀请您来到的 《The Water Puppers》 《Ancient Art Form》 《Cara 长城》 连到了十四十五年的 好 看完这个木偶寺出来了 是水上木偶寺 还蛮精彩的 而且票价我觉得也很便宜 所以来河内的话 应该所有观光客都会来这里看一下 而且晚上的场次会比较热门 因为我现在看它 现在只剩晚上八点的 另外四千两场都已经卖完了 现在我要来伊云墨 第一次来逛越南的伊云 然后这边有好多支车停在这 跟日本很不一样的事 日本都是停在下汽车 然后这边也发现一个超值大的停车场 然后这里Levis在指段什么活动 进来这个超市 然后这边有好多吃的喝的 也是好多人的 跟日本的伊云双船也差不多 资本就是按照日本的这个建法来造的 有衣裤还有五年两产品 这些日本品牌都有 现在来到三楼 三楼就有好多儿童的吃饭 还有吃饭的地方 这个还有菲律宾的这个炸汁店 这个是韩国的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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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一圈全屋的是吃火锅的 会越南人那麽爱吃火锅吗 这个是吃牛排 前面有一个牛角 江湖 这个应该是中吃火锅的 Hong Kong Hot Hot Steam 感觉爱吃火锅的人来越南 应该很幸福 一个 墨的美食层 一半以上的东西是火锅 这个Pepper lunch 是日本的 然后有一个韩国的烤肉 这个生意还是非常不错的 晚上 所有这个美食层都做满了 晚上吃的是浙江 叫NetQ 是越南中铺的菜式 这是猪肉和Lemongrass 柠檬草 每个冰盘 越南的Punkey 还有虾仁 这里又点了一个猪肉 猪脚的饭 它是带着一个饭和一个汤 看一下我们这个猪脚 这应该是 越南中部会那边的客服 看起来很好吃 另外一个特别是Pain 母粒 他们这边的炸的RifePain 然后还点了一个饭和的冰饼 是绿豆汤 总体来说 这家店感觉吃下来还不错 也没有特别好吃 但是价格还蛮便宜 点了那么多道菜 一共只要三十多万 这种奶制品 冷藏冷冻的专区 和日本差不多都很丰富 还有咸蛋黄的薯片 那准备用的零食也很多 现在已经逛完衣泳墓 就会回去 以上就是我两天一夜河内之旅的记录 老实说河内带给我的惊喜 多过于不知名 虽然这两个城市都各有特色 我都很喜欢 但是可能是因为之前对河内 没有太大的期待 所以反而在这里的旅行体验 更超预期 如果你对河内的夜生活感兴趣的话 也不妨去观看我上一期 记录河内做做城市夜晚的影片 从某种角度来说 我觉得河内的夜晚 比湖之名要更精彩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吧